記得Sales常常同學是S1的家 哪一列哪一欄 Enter之後我們在上面 刮斧的後面加一個回圈 我習慣先按個TAB TAB就是下一階 打一個4 4i 這個i值的就是因為我要讓他 在哪一個呢 在這個下面 讓他重複的修改 所以我需要把2變3 3變4一直到101 我剛剛有看101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i 的值放到這邊的話他就變動 所以i是個變數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 不一定叫i 你叫a也可以叫b也可以 只是習慣列我都叫i 等於什麼呢 跟他講範圍 他這個值 請你幫我從第2 到 第101 這個蠻直覺的一個敘述方法 有點像是你跟Excel講 你幫我做這件事情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AS NAS是指的是你先產生2 NAS之後就跳回來 他變3 再跳回來變4 一直類對 你請你把這一行 搬到哪裡 搬到他的中間 他才會變化 因為他變的話 會在這個 等於是他的4NAS裡面 我習慣這邊按個TAB 為什麼因為下一階 就是一階 一階一階的 OK 在這個SUB裡面有個回圈 回圈裡面執行什麼事情 那接下來請你把這個i 這個改一下 他就怎麼樣呢 先2 然後就把這個輸出到 第 2列 對不對 然後在第3列第4列 一次類推 所以如果我現在把它執行的話 他會怎麼樣 全部跑完了 感錯向下 有沒有 但是問題來了 怎麼每個都長一樣 因為你只有改前面沒有改後面 所以如果你要後面不一樣的話 那你就必須怎麼樣 把這邊的2 這邊的2 有沒有 這邊的2怎麼樣 改成i 就可以了 但問題是來囉 因為這個i是一個變數 你如果要把它放到這個裡面來 你不能說我直接改一個i 因為他會變成fi了 它變成一個文字 所以你必須 有點像那個在issail公式一樣 就是先怎麼樣 先把這整個文字 把它先分開 變兩個文字 中間用串接符號and 把i放進來 做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 對於初學者來說 是比較難懂的 但如果你暫時還沒辦法理解 我建議你可以先記個口訣 這個口訣就是 先找到你要變的那個列 然後把它選起來 記個口訣就是兩個雙引號 做什麼 把它分開來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把i放到這裡來就好了 最後記得 因為在vba的and符號 需要分開 就是中間要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如果你實在是 還不太理解 你就先背口訣 1 把那個列號選取 2 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兩個and 移到中間 再加i就可以了 OK 意思其實就是把它分開 把i放中間了 OK 如果 有時候 有時候一直在那邊 鑽著腳 肩 不太理解 沒關係 你先背口訣 先會做再說 然後就把 空白 這個動作 應該會做 很多很多遍 因為以後 很多這種重複的事情 雙引號 兩個 移中間 and 移中間 再一個i 然後把它空 這樣OK 所以做手 OK 其實說真的 剛剛的動作 只要做一個就好了 因為其他的話 這個2 一樣嘛 你就用這邊 把它複製貼過去 也可以 這邊把它蓋過去 但如果你還不熟 你多做幾遍 好做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OK 執行它了 剩下來就是 這邊改了 這邊改 這個 迴圈意思是說 再幫我把 這個範圍裡面的值 重複 這個範圍 幫我丟到這裡面去 OK 那我們看一下 資新 完全一模一樣 也就是透過那個 迴圈 它就幫我變動 那個i的值 這樣子 一下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再來我們會需要一個清除 清除怎麼寫 很簡單 輕輕把頭跟尾 sub 頭跟sub尾 複製一下 貼到下面 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清除 就好了 其實不用重寫 因為它基本上都一樣 只是 哪裡不一樣呢 剛剛是有丟公式對不對 這個等號後面呢 就只要留 一個空字串就好了 什麼叫空字串呢 就是 沒有東西的一個字串 就是什麼 兩個雙號 這個叫空字串 其實空字串就清除 OK 那我們清除就寫完了 所以 這樣會不會清除掉 按個執行 清除了 再按一下 執行 你會發現 這裡面就丟公式了 公式丟進來了 最後的話一樣 插入 剛剛跟聚集一樣 按鈕 然後拖拉一下 這邊就有個 門號公式 有沒有 OK 那你把它複製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 其實結果會跟那個 錄製聚集 一模一樣 只是說錄製聚集是 另外 你這個 再拖拉一個 可能要怎麼做都不 不太可能會一模一樣 因為之前我這樣就是 拉 很接近的 但是同學還說 老師你這個地方 好像又不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有一樣大嗎 一樣吧 OK 就有同學說 老師不一樣 好像比較高一點點 好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用這個 複製 如果你要一模一樣的話 你就把它貼上 然後移動它一下 可是問題裡面的東西 假如不一樣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是 再重新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這樣子保證一定會一樣 所以我比較推薦你用這一招 因為如果當然你不只一個按鈕的話 你可以先做一個 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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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牌 然後再重新指定就好了 這樣子就不要保證沒有問題 清除 公式 結果 一模一樣 OK 應該可以看懂意思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呢 今天至少你要學會 sale 物件 怎麼把公式放進去 第二個的話呢 要學會回圈敘述 這個回圈 for 回圈 非常重要 因為以後 我們一定會一直用到 反正就是一個範圍 我就把 我要的東西丟到一個範圍 那如果你一籃兩籃三籃很多籃也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重複 把你要做的事情 一個按鈕就全部做完了 OK 那另外的話呢 他跟那個 錄製聚集比起來的話 錄製聚集是 你下一次要再重來做一遍 彈性會很小 而且要改的地方太多 倒不如你自己寫 會比較OK 所以錄製聚集跟 自己寫 兩個我們今天 都跟各位講了 所以今天 至少 你要學會 就是 至少你要知道什麼叫 Sale 物件 怎麼把公式 丟到指定儲存格 並且把那個 裂號 其實我們只是把裂號範圍變更而已 這些程式撰寫就是要熟悉 所以盡量 可以的話 這邊做得出來OK 回去的話 也可以在 家裡再做過一遍 然後尤其是那個 把i放到 那個裂號裡面去 雙一號兩個 and兩個 再加個i 如果剛開始還是不太能理解 你先背起來好了 因為我發現剛開始同學 即便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但是同學還是聽得非常模糊 一直問說 這個 為什麼 可是過一陣子之後發現 就沒有人在問這個問題 因為已經做熟了 大概就知道為什麼了 OK 所以有時候你乾脆 先把口訣背起來好了 好 謝謝你 各位 謝謝你 我